朋友们好,很高兴访问HT News台湾频道,现在 迪丽热霸表妹参加笑话海选,照片曝光后,被网友称颜值碾压热霸 在现如今的社会里,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 普遍在对于美的要求都有了相应的提升 人们对于美好物品的向往也更加的严格了 这不在最近,在某个网站上就举行的2022年国民笑话大赛中 90后小花迪丽热霸的亲表妹居然也参加报名海选了 据悉,这次比赛是由搜狐娱乐举报的笑话选举比赛 在全国内也开设了很多不同的赛区,但在北京站的选拔比赛中 不仅有200位美丽的选手集合,相传更是有迪丽热霸的妹妹加盟 相信姐妹俩的颜值,在某些方面也肯定是有着相似的美丽的 并且搜狐方面还表示,最终大赛的获胜者,还有机会成为搜狐的签约艺人 出演搜狐自制影视剧的女主角,从而出道 而这是因为这样大的诱惑,也才吸引了很多选手们的报名参加 根据现场透露出的照片,我们能看出热霸的表妹身穿白衬衫也在其中 白衬衫搭配着一条黑色领带,妆容精致 下身也是穿着现在最流行的下衣失踪的穿法,让一双大长腿完美地展现出来 因此网友们在看到照片后,也在微博下留言道 真不愧是一家人,都好好看啊 但在这些夸张的言论中,也有些网友持有相反的说法 他们表示虽然是热霸的表妹,但两人在颜值上的差距也太大了 还是先减减肥的好 而相对于姐姐的艳丽,妹妹因为素颜的缘故确实是和姐姐的颜值有些差距的 但虽说是像在演艺圈里发展的人,在除去美丽的外貌外 在对于演技的考核上也将会是比较严格的 其实从迪丽热巴的演技生活来看 从当初的默默无闻到如今首拿事后的奖杯 她无疑也是付出了不少的努力的 在除去对其颜值上的要求外 她饰演的角色也都受到了很多观众们的喜爱 特别像是在《克拉恋人》中高文和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凤九 也是让观众们看到了在两部完整不一样剧情中的不一样的迪丽热巴 不管是高文的《鬼马聪明与善良》 还是在《三生三世》中真心无味的凤九 都让人们在观剧的同时感受到了迪丽热巴的演技 并且她也在《2018》凭借着《再漂亮的李慧珍》中饰演的女主角李慧珍 在《金英》奖中收获了最受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和最具《人气女演员》这两个奖项 不知大家对于迪丽热巴和她的表妹又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你们喜欢她们吗